十年磨一剑 第三个国酒条来了 引领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充分体现强监管防风险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线 打击财务造假 加大分红监管 确保监管掌牙带刺 有棱有角 回应投资者关切 推动解决资本市场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的矛盾 新国酒条重磅出炉 资本市场影响几何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红涛 今天一起来关注资本市场上一个重大的政策 那就是新国酒条 上周五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夜间是简称为新的国酒条 今天是新国酒条发布之后的首个交易日 市场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A股主要的股指都是悉数的飘红 那么新国酒条主要内容到底是什么 要着力解决我们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哪些问题 最大的亮点又在哪里 围绕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 一位是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员高瑞东 欢迎瑞东 另外一位是我们财经评论员万哲 欢迎万哲 好 我们知道在2024年和2014年 也曾经两次出台资本市场的指导性文件 也是叫做国酒条 瑞东你觉得这次新的国酒条 跟之前这两次国酒条相比的话 最主要的不同有哪些 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我们看到2004年的国酒条 当时其实最主要还是一个改革与发展 当时是聚焦到我们市场 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而2014年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健康发展 当时主要聚焦面对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那我们这一次2024年的新国酒条 最主要是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那可以说充分体现我们资本市场的政治性和人民性 从这个观念次变化 其实也能看出来这三次国酒条 是层层递进的这种关系 是的 那万哲你觉得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来提出这个新的国酒条 你觉得他是想向外界传递一个怎样的信号 我觉得实际上也是应时而动 而且应该说也是此时所需 那我们能够看到新时期 实际上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个监管的正位 那从这个过去的国酒条 和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历史对比 我们会发现 其实每一次出这个国酒条的时候 可能市场都刚好在一个深度的调整期 那么它的这种指数等等 出现了一个徘徊期的一种表现 那么所以大家也很期待 它未来可以进行一些深度的这种改革 当然我们能够看到第一次国酒条出台的时候 可能它的主题词是一个扩容 那么第二次的时候我们看到 它可能主要是分层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建设 那么这一次呢 我觉得可能更强调一个监管的正位 所以呢我觉得这实际上 也是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证券市场 资本市场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 非常需要 就像刚才瑞冬所说的 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深度改革的一种需要 也正是两位提到的这些因素呢 所以市场上对新国酒条就是格外的关注 关于新国酒条刚才我们两位嘉宾也都提到了 在加强监管方面呢是特别的强调 那么如何通过新的国酒条来强监管防风险呢 我们来听一下证监会主席吴清是怎么说的 以线强监管防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线 强调要坚持稳为基调 要强本强击严监严管 以资本市场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围绕新国酒条 证监会发布了六项规则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涉及发行监管 交易监管 上市公司监管 证券公司监管等 在交易监管方面 证监会出台了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实行 对高质交易提出了更严格的差异化监管要求 根据管理规定 证券交易所对高质交易进行重点监管 发现存在异常交易行为的 格案规定从严采取管理措施 这有利于多数高质交易投资者 加强内部的管理和风险控制 依法合规的参与交易 在退市制度方面 证监会制定了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严格退市标准 加大对僵尸空壳和害群之马出清力度 削减壳资源价值 同时拓宽多元退出渠道 加强退市公司投资者保护 这次改革调低了财务造假 触发退市的年限金额和比例 目的是有力的遏制财务造假 就像刚才节目中所提到的 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 这是本次新国九条的一条主线 我们看到在九条内容当中 有五条都是关于加强监管的 那雷东你觉得我们现在资本市场 在哪些方面特别需要加强监管 你觉得应该如何来加强这个监管 我觉得可能要从三个方面去重点去推动 一个方面其实就是上市的环节 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包括减持分红退市 第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关于机构投资的行为的一个接管 那第一个呢就是目前的上市门槛 我们看到呢其实证监会已经在推动上市门槛不断提升 不仅包括主板而且包括创业板 而且呢着力的去加强科创板 这些科创公司他申请的这个科创属性 那比如说现在最新的要求就是对于近三年 你累计的研发投入 以前的门槛16千万 现在提升到8千万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和变化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减持分红以及退市 那根据最新的要求呢 如果是你不分红或者是很低的分红 那这样的话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你就不可以减持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对于就是一些 如果是你希望这个可以说在减持的过程当中呢 你希望这个有更大规模的这个减持 那你就要加大去分红的加大股息率 这其实呢反过来监管也会激励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行为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就是退市的门槛 主板退市的门槛以前是三个亿 现在提升到五个亿 所以可以看到呢就是这几个方面都在加大相关的这个监管的力度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机构的投资行为 我们看到其实中小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相比 尤其是一些程序化高频教育的投资者相比 他无论是这个他的技术还是他的速度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劣势的 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相对的 是不是有存在相关的违规的行为 是不是这其中有比如说这个虚假的一些交易等等加强监管 从而更好地保护这些中小投资者的他的权益 刚才你提到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资本市场的几个关键的环节和重要的方面 所以说等于在这些关键环节和重要方面都是要加强监管的 是的 是 我觉得以前我们在聊资本市场的时候 万哲总是对这个上市公司的质量是特别的关注 那么这次国九条呢也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 那你对这方面有怎样的期待 我觉得对于上市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未来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 实际上从整体上我觉得国九条对于系统性的改革和治理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想这也是我们应现在的改革阶段所需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调整 那我们从卫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呢都能看到 宏观层面上呢如果说从这个时间上来看 我们会发现他已经很明确的说出来 就是说目前呢这样的一个改革国九条开始 实际上呢应该说在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框架当中 现在实际上是为未来的这个做出一个框架的建设 那么如果更长期呢实际上还是为咱们提出来说 要建设金融强国来进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金融市场的支撑 所以咱们看到这整个时间来说呢 应该说分阶段的任务其实已经比较明确了 那么从空间上来看呢我们也会发现 无论是从总的站位上来说 比如说人民性政治性啊已经很明确了 那么从更加的细则上来说呢 它又形成了一个N加1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空间布局 也就是说咱们在总体的法规当中呢 实际上又有一些配套的细则的出台 我们这次会发现说有很多配套的这种细则呀 法规呀也都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包括刚才瑞东所说的一些 比如说金额啊门槛啊退市的条件啊 实际上这种配合呢也显现了一种系统性的配合 那如果从微观层面来说呢 也是从时间空间方面可以看到 时间上呢我们就会发现 那么一个上市公司从上市之前到上市之中 到上市之后到退市 那么这一系列的整个的流程当中 实际上对每一个环节 现在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规则的修订啊 这种更改呀或者进一步改革的这种机制的条件 将往何处发展 实际上都已经比较的明确了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上市公司的质量 实际上是一个全流程的把控 而不是说只是在上市之前给他一个审核 或者是说在上市之后 那么就是说在退市的时候就草草退市 并不是这样的 是一个全生命环节的这样的一种监控 那么最后呢就是说 他在这个微观的空间上 也就是说对市场当中的各个主体 现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过去我们说的这个上市公司是吧 公司内部的治理 那么现在呢也对比方说对券商啊 投行啊是吧 这样的一些机构啊 中间机构啊 实际上也提出来了更高的要求 那包括有一些审计的机构啊 财务啊等等啊 然后还包括证监会自己 他实际上也提出来了 所以呢实际上 他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 时间流程 以及空间布局上的 这个市场主体的系统性的把握 所以从这一点 咱们能够看到 国九条非常的重要性呢 就表现在 他在新时期改革的系统性上 刚才锐东主要是强调的是 加强监管这个方面 而万哲强调的呢 是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 其实在监管和高质量发展之间 是非常有这个紧密的一个 内在的联系 是的 是 我们也看到呢 除此之外 这次新国九条当中呢 还突出强调了资本市场 要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价值取向 投资者权益保护 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投资者保护机制 也将会更加的完善 我们继续来做一个了解 新国九条充分体现资本市场的 政治性人民性 强调要坚持和加强 党对资本市场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更加有效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回应投资者关切 推动解决资本市场 我们看到在新国九条当中呢 有这样的一句话 那就是必须要始终践行 金融为民的理念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更加有效地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那瑞东你判断的话 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来保护我们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其实呢我们看到 整个新国九条 可以说是 主要的一个指导思想呢 其实还是以人民的价值取向 为服务人民的价值 对 金融为民 是最主要的一个核心 所以呢可以说每一条 每一个内核 它最终其实都是服务于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尤其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所以呢就像刚刚我所提到的 无论是我们看到 上市门槛的提高 那说明上市公司的质量会更高 那包括限制减持 提高分红 那说明越有这个分红能力 经营条件越好的公司呢 它反过来的 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一个价值 那如果是它没有价值 没有创造价值的能力 那它可能进入一个退市 应退进退 不断出清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 优币驱逐劣币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呢 政策会一直在推动 逐渐的去降低包括公募基金的 行业的这种综合费率 这样一个举动 那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投资者 在进入这个资本市场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交易成本 摩擦成本 不断就要压低 这其实也是服务于 投资者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我就觉得 本身中小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相比的话 是属于信息也好 技术也好 各方面速度交易 都属于相对的劣势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去观察这些机构行为 包括各种机构的主体 包括它的这种算法 包括的一些撤单 报单等等的 有没有哪些违规的情况 我觉得只有非常综合的 全方位的去加强监管 才能充分的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监管呢 是为了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而上市公司这样提高之后 就会让这个市场上 所有的参与者都成为受益者 是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这一会主席 吴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提到 说要回应投资者关切 推动解决市场 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 你觉得吴主席所提到的 这个深层次的这个矛盾 指的是哪些方面 应该如何推动解决 我觉得他这句话 说的特别的好 因为就是实际上 投资者就是 尤其是中小的这种投资者 他非常的关心 自己的这种切身利益 所能够带来的一些问题 吴清主席这一次 回应这些问题 我觉得实际上 就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提振信心的方式 因此我觉得 这一次的国九条出台 应该来说 还是对于投资者保护了 给了一个更全面的 这样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其实投资者最重要的 他是希望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 他要有真实感 然后第二个是要有公平感 第三个是要有获得 那实际上真实感 我们在这次可以看到 对于比如说财务造假 是吧 那么对于你这个信息披露 还有就包括你的这个 比如说高管 包括有的公司 是不是最后 现在虽然说要加大强制退市 但是如果退市了以后 你是不是就一退了之了 那也不是 那造成非常恶劣的情况 退市的这些高管 你同时还是可以要追溯 你的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等等 这样就使得整个公司的治理 确实是更加的真实的 大家觉得这个真实感有了 才有可能到你这样的一个 价值投资的这个场景里面 来进行投资 那么第二个呢 实际上要非常有公平感 我们看到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一个议题也是刚才讲到的减持 也就是过去我们看到 所谓大股东的减持啊 甚至呢有一些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控股股东啊 还有一些他的这个相关的关联人啊 是不是进行了一些资金的挪用啊等等啊 这一次呢实际上在这个国九条里面呢 都显现了 表示说就是说你们这过去曾经有一些 实际上就等于说挖墙脚的 这样的一些举动啊 给股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现在呢你们不能再这么做了 因为你们实际上打了信息差 又操纵了市场 又进行了这个违规的等等的减持 那就损害了整个市场的公平感 所以呢我觉得在公平感上 给他一定的保障 第三个呢就是获得感 尽管咱们说就是你投资啊 应该说你是要这个根据他的价值 是吧有可能有亏也可能是赢的 但是呢你的获得感应该说 还是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能够获得的 像封红这一点呢 实际上就表现的比较的淋漓尽致 过去有一些公司是不是说 我明明是有很好的盈利的是吧 整个营收都非常的好 然后呢我的研发投入也并不多 但是呢去把钱呢就是说 以各种的方式啊是吧 没有能够真正的给投资者回报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说 在这三性上都能够使大家更有获得感的话 咱们就会看到说 他是一个全面的保护投资者 是如果真正的通过国旧条的落实 来解决大家所关注的 刚才你提到的这些若干问题 让大家真正有获得感 那我想这也是所有人所期待的啊 那么这几天呢 的确市场对新国旧条的关注度非常的高 伴随着新国旧条的出台 新一轮的资本市场 一加N政策体系的框架呢 也是逐渐的清晰 总之呢就是要从根本上利用制度建设 来推动优化A股的投资环境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围绕新国旧条 证监会若干配套制度规则也相继发布 今年三月 证监会已发布 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 加强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等四个配套政策文件 4月12号 证监会又发布 加强退市监管的配套政策文件 并对六项具体制度规则 公开征求意见 交易所也就一批自律规则 同步征求意见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的整体 必须一体推进 系统落实 针对去年8月以来 股市波动所暴露出来的 制度机制监管执法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及时的补短板强弱项 的确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 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地进行完善 那瑞东你觉得从这个制度建设来说 我们现在最急需补的短板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中长期资金的引入 另外一个方面是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 中长期的资金引入 我们看到新国九条也着力地去这边的话 进行了制度设计 我们看到这里面包括哪些资金 包括社保基金 包括保险资金 养老金 甚至包括海外投资者的一些资金 所以我们如何去通过制度设计 然后就政策实施 来把中长期资金引入到我们市场上来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也是一直在提大家也关注的一个话题 对 所以我们认为目前其实整个居民端的 它的超额储蓄是比较高的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把比较多的居民的超额储蓄 转化为我们服务于实体经济 和科技创新的资本 这个我们认为的话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呢 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 那我们通过相关的法律 法规机制的一种重新的修订 我们也就像国九条 新国九条所描述的那样 然后让这些违法者付出应有的成本 那我们这样其实呢 才是对于投资者最大的保护 是的 那么万哲你觉得 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通过制度建设 来提升我们资本市场发展空间 来更健康的发展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深化改革 改革的步伐呢 一次或者是一天都不能够停 来使得我们这个资本市场的内部稳定性 得到更好的提高 那我们目前能够看到呢 无论是说咱们这个发展的速度 还是发展的规模呀 在国际上 实际上应该说都是相当的亮眼的了 但是总体来说呢 应该说内部呢 应该说改革也是进入了深水区 那这次咱们看到呢 实际上在这个市场化法制化 国际化上呢 在国九条当中 其实也都有所阐述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啊 它应该说是咱们的一个窗口 也就是从中间能够看到 我们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内部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财务的 整个的制度啊 是吧 等等啊 还有我们这个投资者保护啊 实际上它都能够在 这样的一个窗口当中显现出来 其实也是我们宏观经济 以及我们改革深化 以及改革在深水区到底 趋势如何 这样的一个窗口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 资本市场的这个内部稳定性啊 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想这一次出台这个国九条 监管政卫 还是为未来的稳定性 大家更好的基础 这也是所有投资者的关系 好的 欢迎您继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老红涛 新国九条是 未来资本市场改革的 纲领性维建 对于未来的五年 对2035年 以及本世纪中叶的资本市场发展 给出了明确的目标 提出了金融为民的理念 全面加强监管 大幅度提升 违法违规的成本 这些都有利于增强 投资者的长期信心 为资本市场 中长期牛市的到来 奠定坚实的基础 而这一切 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也感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观点 谢谢